大家好,茶紅學園2016 推出了一個星期 小鹿抽到心灰意涼 其實第一天推出的時候 小鹿已經儲了差不多5-6-8 去抽這個22抽和大家分享的相片 儘管抽了兩次的11抽 都是德國吉,什麼都不中 氣死我了 主帳方面,我已經差不多燒了 大約有1,800至2,000石 真的燒了很多次 最後還是做不到很多個 副像方面 我打了600多石 先單抽一下 Carson教我按緊他 直到第二個角色跳下來 黑色立刻放手 這樣放手 就會大機會去中四星 但是,我經常都這樣做 都是不會掉四星下來 真是氣死我 好了,這樣不要浪費時間 一於來個11抽 看看會中什麼 照用那個手勢 就是按手去放 看看會中什麼 真是很難抽 好,這次的彩虹16年 實在太難抽了 很多人都說這次難抽了很多 我自己就覺得真的 真的難抽了很多 六隻 看看會怎樣進來 給我吧 暗了 哎呀,按錯了 中了一隻 可惜 我已經在主仗中抽到了 好,再給我一次機會 再抽一次 先說回 我的副像先前 已經11抽過一次 中了 網球劍 之後呢 我的主仗 真是慘無人 第一次抽過 兩次的11抽 就掉了 兩次的C拳下來 然後還是手行 無數次的單抽之中 我就不斷掉了 這個靜太槍下來 再來了 就是很多次 我忘記了 三次到四次的11抽 大概 裡面兩次都中了小夏 中了兩次 不過不夠,真慘 他中了還多次 這次的任務都沒有 所以證明了 這次真是很難抽 这么久以来好像没有和大家一起抽武器 今次来抽五把武器看吧 看会做什么 给把四星四星 哦 是不是四星 混鸡 没有 又没有 是没有的一把都没有 又把石子扔了在咸水海了 好 转回来我的矮孔 我的主将 抽中了小夏 石拳 和静态昌 还有上次的限龙和限虎 又是很难抽 我浪费了差不多八百多十 又是只有吉 不是 都中到四星的 但是没有啦 中不到限角真的好惊喜 那么今次呢 我就用小夏给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过这个 茶虹帖力 这个最后的一关 茶虹学院16年活动里面的角色呢 更新到现在呢 好像就是 这个网球 是S的 其余的角色全都是SS 其中呢 小夏是排第八名的 现在 前十名角色小夏是排第八名的 配专武 那我都配了他的专武啦 那实在 其实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 因为我是如勇相见的人 但是 中了小夏之后呢 也见到很多人都说 好厉害 好厉害 其实真的很厉害 因为呢 只要开了第一技之后呢 就可以扩大你的攻击范围之外呢 还可以自动回复 再加上他的耳技呢 就有这个 好像这个 夹当夹当的效果 就是 人家打到你那一刻呢 就会爆开 那可能不可以爆开两三次 我也不知道可以爆开几次 其实呢 只要你存住你的SP 保持住是不容易的 那你一爆完眼前 就再出第二技 保持住呢 就其实是无敌的了 我认为 除非你真的被人捉到很多次 就会扔死了 但其实真的 只要你有技术的话 是很厉害 是不死的 但是 抽中小夏冷 还是有点不够 因为我最想抽中 就是 法师的小夏 但是 抽不中 我不抽了 我要留一些石头 来抽第二期的 拆控角色 因为第二期的角色 更加吸引 更加厉害 所以大家 记得 不要消责的石头 留一些 来抽下期的角色 啦